小S這個示範這一套呢 我覺得它是裡面的搭配的顏色很好 如果我們拿掉這裡面的這個 什麼紅色的高齡 跟裡面的這個花式襯衫 它可能就是一個 我們可能在架上 我們不會去選的 這種顏色的西裝外套 特別的顏色 特別顏色 你看這個顏色 我裡面是故意搭一個這個 小可愛 這個黃好特別 這黃其實也是要看人家 看人穿 家喻 這應該不是誰都可以穿 然後呢 這應該也是 它可以變得很性感 對 它可以變得很性感 它也可以像我們剛才講的 小S那種搭配的方式 有沒有發現利用條紋的搭配 好看 搭配起來 對 它整個就變成很帥性了 MAY的部分就是 我剛才是看到 她穿的格紋西裝很好看 所以我就幫她挑了這個西裝 可是大家會想說 那你就黑就黑嘛 黑對黑不就是很理所當然 可是黑對黑是很理所當然 但是黑 也可以穿出層次 很重要的層次 好 一般的這個西裝版型呢 這個 這個西裝版型跟一般 不太一樣的地方 它就多了一片這個剪裁 好 你看這邊是可以扣起來喔 這可以扣起來喔 對不對 一邊長一邊短 不規則 你可以自己放下來 然後這一片呢 我們要轉給大家看 這你是還可以拆掉的 這整片可以拆掉 可以拆掉的 來 正面 好瘦喔 這西裝還有修飾的原因 是因為它有一些 對 它有一些 那個白色的車縫線 白色車縫線 這些好適合你喔 這個領子的部分你可以 它會變兩個層次 它會變兩個層次 這樣也好看耶 對 它會變兩個層次 但我喜歡的話 我喜歡是直接讓它藏在裡面 對 讓它藏在裡面 多一個像一個夾領子的層次 所以這個對於那些 圓身啊 肉身啊 或者說我很想要穿那種 西裝修飾 它很有這種 真的 真的 不對稱感 再來往下看它的褲子 它做的是從這邊呢 拋起來 然後再收起來 這樣感覺腿很細 這裡還可以收起來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叉 可以把你的高跟鞋露出來 多一片的剪裁設計 看起來超有特色 白色車縫線修飾身材 讓套裝呈現不同的黑層次 美麗科變身超流水嗎